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又來到內地猛料 沒錯 其實經常聽香港新聞 聽內地新聞是會挺過癮的 心緊扣 當然了 國情你要知道 不然姚明變了乞丐你也不知道 姚明變了乞丐 11億的乞丐 對 厲害 當然不是 網友說的 我們不會這麼壞 沒錯 也知道有些人輸打贏要 但我們不做這些事 支持我們Playshawn 能知天下事 無廣告Playshawn 不問計 50元現場會 現在說到內地猛料 一定要問內地猛料小物談 OK仔 沒錯 說些事來嚇嚇我 說些事來嚇嚇你 第一樣嚇死你 甚麼 我們國家兩大官媒警告香港 你們不可以躺著 以共存模式 一定要做動態清零 我們沒有做躺著嗎 他們覺得 哪有躺著 做到首屈一指 不就是首屈一收到消息 現在快馬洋一邊 你覺得是爺爺給的指示嗎 他是官媒 官媒 官媒 你自己說 他們覺得 爺爺沒有說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怎麼說 其實林鄭也說是甚麼動態清零 甚麼來的 她也不知道 因為你其實在國內 我們之前那些 今天那些叫做時事 其中一說到國務院的問題 是 雖然你說那篇文章 可能時間有點久 但 不太久 上年九月 三個月 除了當你 國務院都發了一個聲明 說你不可以這樣做 市民會反感 但是到現在 會不會真的形勢不同了 或者環境不同了 所以有些報紙出來說 或者看到香港 哇 你成千宗這麼嚴重 內地的官媒都要幫忙發聲 你現在香港的數字是內地的十倍 當然了 你不嚇人嗎 十倍 你還要嚴重 說說另一件事 為何這麼緊張 現在深圳那邊 不知道是不是有 舊的東西 就懷疑 甚麼事 香港有人 播了毒進去深圳 傳了上去 因為深圳多了五宗 這五宗都是香港輸入的確診 十六個病例 是同一條傳播鏈 哇 你不緊張嗎 很厲害 他還找到傳播鏈 我們已經找不到 所以內地專家 就說 我們那些沒有鏈 我們甚麼鏈都沒有 他還找到算是甚麼 所以說 為何內地的那麼厲害 傳播鏈 風雪街球場 風雪街球場 不是吧 不知道吧 真的 內地有內地的做法 他在這方面 的確是快手 所以緊張就明白到 官媒出聲也了解 其實另一則新聞 就是說 連續發現了五個跨境貨車司機 呈陽盛 香港那些嗎 是呀 香港內地那些 已經五個了 之前一個 沒錯 那就麻煩了 這件事會不會再真的影響到 我們的食物呢 這個真的是供應鏈 這個就是供應鏈 內地都提醒了 要嚴格執行內地的疫情防控 看來不是說 因為你沒東西吃 別人就放你下來 這麼簡單 因為我昨天看新聞 好像說在關溝 會有人接手 就是這個跨境司機 真的找一個人去駕駛車 去香港 是嗎 好像是 但是如果這個做法 會很慢 會很慢 因為兩邊要檢疫 兩邊人要檢疫 那你一輛車這樣 咪摸摸摸 那不是辦法 那看看一會兒 就是 什麼大件事 如果這樣就 那再說一下 北京東澳 我們昨天說 那個朱翼 是吧 那些網友輸打 一贏要 是 又說 人家都說 叫做 車氣暗投名 這個美女厲害了 又有個美女 谷愛玲 為中國 拿到第三面金牌 那這個厲害了 他本身是2019年前 代表美國隊 又氣暗投名 然後這個又氣暗投名 原來他是模特兒 模特兒 這個人很美女 那厲害了 入籍中國 歸化中國 為中國隊 拿到第三面金牌 說他的IG 就是追蹤三個男星 我沒有看內文 我有沒有份 第一個 吳仔 謝謝 再跟大家說 另一則色情色新聞 厲害了 這傢伙 是台灣人 未結婚 但是 跟未婚妻 去了妹妹的家 即未婚妻的妹的家 就趁人家睡一會 吃了別人 吃了妹妹 吃她的妹妹 她的妹妹是否叫赤凌王 赤凌王 她不是彭堅 你現在想想 看電影看得多 看劇看得多 看鐵拳英雄 看得多 一會跟大家說 首先 看看 現在疫情狀況 因為你說到深圳 又會傳播鏈上去 香港人 你是不是真的 誇張了 這件事 為何這麼緊張 都明白 廣東省委建委 在禮拜三 通報了 其實前一天沒有新增本土病例 多了18宗 這些境外輸入確診數字 多了8宗 境外輸入 無症狀感染 而深圳報告有7宗 這些確診病例 7宗裡面 有5宗來自香港的 所以 不要惹上去 這個時候 找人下來救救香港更好 深圳市就發布了消息 他們的市已經完成了 當地本輪疫情首16宗 病例基因排列的測試 結果 都是Omicron變種病毒 而且 這個病毒的排列 都是屬於同一個源頭 預計都是同一個傳播鏈 擔心 其實是很擔心的 現在內地比你害怕 怕你的意思就是怕了 怕了你香港 早幾天才說三百多宗 然後立法會議員說要叫救命 短不知 現在已經一千一百多宗 誇張了 數字真是 像林鄭也好 專家這樣說 幾何級數上 所以現在內地非常緊張 緊張香港 連跨境貨車司機都中招 香港人是否擔心蔬菜會 或者冰鮮新鮮肉類 預計都會吃貴的東西呢 根據深圳口岸辦公室在昨天通報 證實了2月4日到今天 連續發現了五個跨境貨車司機 感染新冠肺炎 即是呈陽性的測試報告 據報這五個跨境貨車司機 分別在2月4日 2月5日 2月7日的凌晨入境之後 或者回香港前 被人驗到是陽性 而四個人經深圳灣口岸入境 另一個經敏感度入境 而最新2月7日 有兩個男的跨境貨車司機 分別在敏感度 以及深圳灣口岸 驗到陽性 所以深圳口岸辦公室指出 為了要加強防控 守著這個堅固的防線 保障市民群眾健康安全 提醒各大貨車司機 做好自身防護 嚴格地執行內地的防控措施 真麻煩 現在他們真的不能縮 所以林鄭也說 有人說菜式很貴 又不可以跟內地聊天 林鄭也說 你也要明白內地 內地都很緊張 對呀 一個都不能少 一讓你走漏進去 他們放了你進去 東西都上去 就麻煩了 雖然說內地當然很厲害 他們對防控這件事 我們一聲就馬上找到傳播鏈 很快 香港也找到的 現在多到找不到 我都說了 他現在變成情線 那些越老都拆不定 當然 那些傳播鏈都打了結 人都打了結 頭都大 不要緊 香港也很厲害 香港很厲害 所以官媒都分別發聲 叫香港 就不要想著 保住一個 跟病毒共存 是不是真的呢 其實 病不病毒共存也好 動態清零也好 這件事究竟是怎樣的 我們都可以看看 這篇報紙 他們的文章是怎樣寫的 因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分別在今月的6日和7日分別發表評論文章 你可以說跟香港打氣也好 好 不如想想 是否跟香港政府一個鞭策和警告 首先我們先看新華社的標題 新華社的標題就是 當務之急 是統一思想 堅持動態清零 這就是標題 這個文章裡面寫到 對香港而言 動態清零是同樣 目前防疫抗疫保護市民 衛生安全的最有效方法 所謂與病毒共存 現階段 言之上早 不是說不行 是早了一些 即是會有 言之上早 對 言之上早 他不是說 不可行的 對 所以我們要 嘴咀一下別人寫什麼 即遲又要 因為畢竟 早又要 對 畢竟是官媒 這些官媒的事 即是我們要探討內地的方向 不是說不行 不是說不做 早了一些 慢慢來 定點來 在科學上 當然他們也明白到一件事 現在還考慮嚴重 因為這個病毒 嚴重影響到香港醫療體系的承受能力 不要說 究竟可不可以跟內地實施這個免檢自由通關 所以你們也要努力 去做一個動態清零 這就是新華社的標題 而人民日報更加警告 說到動態清零是有利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的長遠發展 是不是 我這件事暫時看不到 應該清除民生像 長遠像 整體像 這些像是銀馬 絕不能被一時之困 蒙蔽雙眼 他們說我們 你覺得這個環境這麼辛苦 是不是疫情拖累 不要因為一時這個困境 大家應該要放長雙眼看多一點 這兩個媒體同時 支持香港 堅守這個動態清零 是不是真的告訴特區政府 或者港大市民 一件事我看得到動態清零是要繼續走的 你說是不是完全清零呢 當然別人沒有說過 病不病得這麼全呢 你們不要這麼害怕 不要說不可以走的 不是 先等等 先做動態清零 那我就覺得 其實 有條理的 經常都說 內地 她現在在搞北京東澳 那你當然不想這麼天煩天亂 你們最好就自己搞定 這件事就看得到搞不定 所以為什麼要請槍 林鄭也說是內地專家 派了一些專家來檢查 的確是的 內地專家做事快很多 我們看得到 起碼他們是統一口徑 統一思想 這件事是新華社說的 我也是這麼說的 你不覺得這些東西 好像 那些專家以前說這件事 接著醫管局又說這件事 那大家都不是統一思想的嗎 你沒有了統一思想 沒有了統一方向 各有各大 各有各大 你試試習大大說一句 你敢不敢說 一聲零下 醫管局又覺得醫管局大一點 那個科學家 全世界No.2又說自己厲害一點 林鄭又說很厲害 那個以為自己專家 袁國勇又說自己進化鴨嘴瘦 不進化鴨嘴瘦不准變 對 他變成潛艇 每個人拿著鴨嘴瘦都以為自己大佬 我們又說我們厲害一點 蕭生又說不讓人說話 這個也是奇怪的 就是這樣 就是一人一句 所以我自己最重要是一人一句 一個人一句就可以了 我一向都說一男子 是OK的 你給人一個方向 香港沒有了舵手 你聊聊聊聊 這些文章都可以給大家一個清晰方向 給政府一個清晰方向 你應該怎樣做 你不要經常說 煞有介事 怕一定要清零 動態清零 以及與病毒共存 後者需要時間 不是說不可以走 需要時間 前者請你先做好一點 那你的方向是怎樣做呢 你給一條清晰的道路 全香港人也好 包括內地也好 你有一個清晰的東西 我覺得這件事才會做得好 看一看 這宗新聞 台灣 台灣戰男怎樣吃了別人的妹妹 這件事很離譜 原來 哇 案中案 算中算 這件事是一個生不死發生的 一個準身娘子 帶著她的未婚夫 去了她的妹妹借宿一宵禍 終於都要說色情 沒有辦法 剛剛那裡官媒說話 剛剛昨天看電視才搞了別人的妹妹 是嗎 赤凌晃 現在立刻做一件事 當然有 這件事竟然帶了未婚夫 去她自己的妹妹借宿一宵 這件事很有趣 原先就說 妹妹 三個人 妹、姐姐 連同男人 即未婚夫 三個人 同放一間房 兩個人分上床 妹妹是打地鋪 誰不知到凌晨時 那個男人即未婚夫 突然之間下床 躺到她未來的小衣服身邊 趁她睡得軟軟的 就偷偷脫了她的內外褲 還要用手指挖她 那我妹妹 不知道是不是太痛了 挖得不好 可能就剪手指甲了 挖得別人痛 喊不好 你怎麼會一定是這樣 你無端端有個男人 拿手挖你也不好 挖得舒不舒服 她說挖得痛 喊喊不好 你真是說色情話 大哥 無端端有個陌生男人 真的挖你 下面你真是強姦 夾到她的手 是不是因為挖得不夠舒服 你出發的角度 總是要在一個 彩花賊的角度 我們的彩花賊 小淫蟲 OK仔 說到這個人 當然人家喊不好的時候 更加不收手 後來妹妹的聲音 就驚動不到她姐姐 就是躺在樓上的姐姐 那姐姐開燈看看 一看就看到她自己的未婚夫 跟她自己的妹妹 就抱在一起在地上 就知道出事了 她很快就判斷出 她老公未婚夫 就是搞了她妹妹 將阿強的手 就是她的未婚夫 的手拉開 之後 趁妹妹起床去廁所 就罵她的未婚夫 你真是一個畜生 我沒辦法當你是一家人 就問她妹妹 要是否要報警 最後就報了警 真的是報警 大意滅親 這件事 本來就好像很簡單 看起來就沒什麼 誰不知 這件事進去到檢控方那邊 那老婆 未婚夫 即是姐姐 推翻她的口供 未婚妻 未婚妻 未婚妻推翻她的口供 竟然 那姐姐 她說 她只是聽到她妹妹 她是新淫聲才睜大眼 有意無意 暗指 這件事其實不成強姦 因為 如果 你是強姦 應該不是有新淫聲的話 你一定是叫不好的 一開始就打你出來大意滅親 然後搞搞搞 想著 如果我沒有持強姦 我以後怎麼辦呢 是的 所以這件事 就推翻了口供 原先判比較嚴重 判這個男人 坐三年 後來 男人寫了一封道歉信 甚至乎賠了二十萬 這兩姐妹接受了道歉 總之這兩個人 二十萬台幣 是的 二十萬台幣 她的未婚妻 亦都選擇原諒她 仍然結婚生孩子 妹妹 最後都跟法官說 希望可以減刑 希望判輕一點 這個二審之後 考慮到整件事 關係收復好 由三年 就判兩年 暫不執行 緩刑五年 即是不用坐 很奇怪 這些家庭 有路有亂 最重要是致遠 沒錯 即是整件事變了致遠 真是奇怪 古靈正怪 台灣的事情很有趣 用錢可以解決 北京東奧 厲害了 有這位美女 為中國奪得第三面金牌 這件事 很多人拿出來說 佳欣她非常漂亮 被譽為最強的美少女 我上網看的新聞 原來她之前是做模特兒 即是她現在也算是一個模特兒 漂亮的 她的確漂亮的 她在這個女子 自由滑雪的大跳台決賽當中 奪得金牌 亦為中國隊 在北京東奧中 奪得第三面金牌 這件事 上了微博 承熱手 大家都讚好 不同的那個 那個也是棄陰投名 不過跌一跌就被人罵到 現在真是輸打贏要 贏要 贏了要 沒錯 這件事 大家都立刻令到她的粉絲數激增 變成三百多萬follow 大家都會很關注 她的社交平台 有些什麼喜好 原來 原來 她是謝霆鋒的粉絲 厲害了 她在微博中有這麼多關注 她的關注人數只有102人 而其中 裡面是關於體育界 運動界 時尚界的朋友 不過 那些人眼尼 找得到她其中一個追蹤的男星 原來就是謝霆鋒 看來她很想謝霆鋒 這件事 也很厲害 大家都覺得 亭鋒也很喜歡 這件事 很厲害 她的確是美女 我也覺得 她的樣子完全不像中國人 她的樣子很混亂 她的樣子很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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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樣子沒有辦法 她的樣子也沒有辦法 她的樣子很貴 她的樣子很漂亮 她的樣子很年輕 謝霆鋒很支持選手 之前推完球的樣子 當她是明星 是嗎 這個 我認識她已經有王妃了 否則 這個 真的是有模特兒 真厲害 也好 留給我 留給你 看看第一宗新聞 這宗新聞 很厲害 這是什麼 原來是中國自主第三代核電技術 華龍一號 經過英國通用設計審查 就頒布她們這個審查 獲得認可 設計認可 授權 這些 就是安全 厲害 中國廣核 集團宣布 歷時五年 終於是 終於得到這個 批准了 不要說 中國的東西很危險 國家的技術都有 現在 最難通過 最苛刻的要求 在英國上面 都通過 證明有些東西是安全的 有時候也不用這麼擔心 因為其實 2016年的時候 中國集團 這個廣核集團 和法國電力集團 和英國政府 簽了一個 英國新建核電計劃 一籃子計劃 華龍一號 在通過英國這個通用設計審查之後 就用在英國上面 做一個核電設施 這些人 聽到英國這麼大膽 找中國去設計 發電站 核電廠 還要放在英國 是不是很擔心 都不擔心 這些東西 總之 人家真的技術到位 就行了 人家通過了 就沒有問題 我覺得 不用擔心 證明 國內有這樣的能力 大家不用擔心 那就 沒有問題 但是 有問題 我覺得這宗新聞 有些人身在風中不知福 台灣男 有三個男人 不滿 電影院禁飲食 那把刀就打電影院員工 為什麼 我香港人 電影都沒有人看 有沒有搞錯 不能飲食 我們寧願不能飲食 你也可以讓我看一場戲 都可以吧 沒有炮谷飲食 不要 他那裏是地獄 我們這裏是十八層地獄 沒得比 沒得比 一一問問蕭先生 你搞什麼 蕭先生叫你們全部 蕭禁 有個蕭字 有個蕭字 蕭禁 這件事原來在台北的西門町 一間戲院 有顧客懷疑不滿禁止飲食 所以毆打員工 這件事 這間戲院我去過 是嗎 我去過西門町看戲 好嗎 還不是這樣 好像大陸 不是 大陸先進一點 是嗎 舊式戲院 這樣 這樣 那一個姓林的員工 因為勸了姓陳的男子等等 他們和朋友 就不要帶飲品進去 遭到五個顧客 持刀威脅 還要嘔打 不讓你飲食而已 不用拿刀吧 還要打 那警方就跟著 就拉了姓陳等等的五個男子 台北地檢處就依例 這些傷害 恐嚇危害 安全的罪名 起訴 還有 參與打鬥的這三個人 其餘有兩個 因為證據不足 就不起訴 那 對 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自己覺得 有得你看戲就算好了 我們也沒得看戲 別說飲飲食食 夜晚也沒得食 說說有件事 真的差點忘了說 這件事很嚴重 全中國最慘的女富豪 為何三百億身家 現在可以清零的 何包 他又清零 他又真的清零 大家很開心 這個是不是 堅了呢 薯條 這個究竟是什麼女富豪呢 姓何 叫何考女 中國鑽名的女富豪 和內地商界董明朱齊明 被譽為商界商女 這個事件 近日 原來講到他家裡 自己的房子 租這個法拍 是不是叫做強拍 香港叫做 即是強制拍賣 因為法庭去拍賣她 引起外界關注 內地傳媒更加稱 到2021年最慘的女富豪 這女兒 又真是白手興家 就像我們李先生一樣 街頭賣花起家 那時候說李先生是穿膠花 因為創辦了這個 元林公司 賺到身家 有超過三百億人民幣 誇張 成為浙江的女首富 但是2021年 因為 數千萬房產 都到強拍 多次登上熱手 財產面臨被清零的風險 據了解 原來他同時間 比多個法院 被列為被執行人 總執行高達二十五億元 看來他應該很不適當 要填藤了 所以他東方元林的股份 都被人凍結 和他 和他老公在北京的房產 都被標拍賣 即是全部拿出來當 說到說 其實他之前風光幾好 但是 在去年十月十七號 說到 有數千萬房產 租強拍這件事 就登上熱手 為什麼他這樣 我懷疑他 因為他做房地產 你知道內地房地產 我之前報的新聞 很多公司都 恆大都搞不定 是不是 內地地產商 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是 可能是地產商 可能他 或者其他事情 都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說到 為何會 要強拍的 只是知道 可能 周轉不來 這些事情 在19年已經開始 將他自己 控制有的股份 公司 已經被人強拍出來 之前也有一個 叫東康元林 這間公司 被人強拍出來 是的 是上市 第一大股東來的 但是他所持的股份 已經被人凍結了 另外根據中國證券部 他身上 這些總執行的銀碼 還有25億 這間公司 其實他還有些錢 但是他 因為訴訟前身 他身家 預計都被人清零 總之 他拿著 哪些股份的公司 都拿出來 被人強拍 看來這件事 是挺麻煩的 這件事 他其實原來是甚麼 他曾經做過公務員 又做過賣花 他都算是做得挺多 但是無端端 竟然 這次可能 在房地產上 抓了招 我講到 原來東方元林 之前出現了 融資困難 出現了發債失敗的 尷尬情況 他打算發行 10億的公司債券 但是 沒有人來 導致 他這間公司的債務危機 爆發了 到10月的時候 他們的股價跌了六成 市值蒸發了320億 原來他這間公司 出現債務危機 搞到一鍋足 當地各地的法院 就拿出來強拍 所以將他的身家 又要清零 他自己的生意不好 幾百億的身家 現在都要把你搞定 不要緊 沒有辦法 我們動態清零 想不到他都清零 多少億的身家都可以清零 看看我們的庫房 什麼時候清零 應該捱得住 這樣做 不要緊 下次見 好吧 拜拜